好了 各位請來小弟老天問個來了 那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來開箱這個Apple Watch Ultra的這個錶帶 那這個錶帶將是我覺得近期 是最適合Apple Watch Ultra 而且是最好的錶帶 那這個錶帶是UNEW的這個最新的產品 那感謝UNEW就是 這個是他們贊助我們頻道的 所以我非常感謝以外就是 我希望頻道的小老弟小老妹們 就是我們也要去盡量去購買 你就支持我也支持這個公司 因為就是他們有這種贊助 我們才有辦法看到更好的產品 那這個產品為什麼我會說 是最好的 因為其實這個Apple Watch Ultra的錶帶 我看非常多了 我等一下今天這一集會好好的告訴你們 為什麼他這個產品非常厲害 而且他這個產品 我覺得他們公司就是 可能瘋掉了 他老闆也太佛心了 他這個價格我覺得 他太便宜了 所以我非常非常推薦 我希望你們 光還沒看到這個 我就可以建議你說趕快去搶了 因為真的又便宜又好 那他這個錶帶是不鏽鋼 錶殼顏色很接近 而且他是有這種 快速拆的這種扣子 我等一下會來講說 這個手錶的錶帶有多厲害 那你看這個外觀 哇我就光看這樣就覺得 超級有質感的 那這個錶帶多少錢 這個錶帶2500啊 我覺得他廠商瘋掉了 這個原廠的 我手中這條原廠的 這個是不鏽鋼的 這條要一萬塊 一萬零六百 他這個2500 而且這個有扣子 我現在看到所有的錶帶 有的沒有扣子 又沒有做到這種完全鈦合金的 有的都賣五六千喔 那你不要說你去找那個什麼 蝦皮或一些淘寶的那個幾百塊的 或者現在一般市售的那種兩三千的 那種的沒有辦法跟這種去比啊 那我們現在不用講太多 所以我馬上趕快拆給各位看 說這個錶帶為什麼 我極力推薦喔 你除了支持我們頻道 支持Uniu這個公司以外 我覺得他這種公司真的太有心了 就趕快去搶這個錶帶 看一下他的這個外觀 哇他這個設計很多 而且他的很厲害 是他的這個頭是 他是4945 就是基本上你全部的手錶 Apple Watch的都相容 他是共通性的這個截頭 然後他是什麼316的啦 什麼這種不鏽鋼的這種材質 反正他的設計太多了 可以替換的 還有他這個是扣子的 他還解決原廠的問題 我等一下再一一的去跟你們去談 而且他標示的很清楚 88.4克 然後這個錶帶就非常非常興奮 這感覺就是很好 我們來趕快來開箱 我再講一遍說 真的是太佛心了 你們像一般看到的這種 這種錶帶錶殼 應該是 應該是都沒有這種 都沒有這種扣子 沒有這種快拆扣 這種快拆扣的做的很少 那有那種髮帽的 髮帽有快拆扣的 一條可能要1000多塊 可是那種1000多塊的 他按起來快拆不好拆啊 那人家這種是有專利的設計 然後他的這個所有的包裝 他瘋了啊 這個太便宜了啊 我沒有看過 他這個都這種泡棉 這個也是成本也要有吧 然後我現在在摸 我的天啊 他這個完全就是完全跟這個 Apple H的這個 就是一樣的材質啊 哇這個很舒服 而且非常的漂亮 我給你們看一下 他的這個細節喔 而且他這種是霧面的這種處理啊 這種就沒有色差了喔 另外他的這個扣子 排扣 他這個排扣 他是這種 往下按的 哇那這個真的非常好耶 然後他的另外這個 這個接頭啊 他這個接頭 他是可以這樣按 第一個他是強力的 強力的磁鐵去吸 就吸上了 不用想辦法去扣他 然後你要拆的話 他拆不起來嘛 你就是雙兩邊這樣子按住 就可以把它解開 好所以吸然後按住把它解開 哇那這個設計很好 我跟你說這個為什麼會很好 等一下再一個一個跟你講 我們先裝上去 給你們看一下說這個 這個有多好 那我看一下他這個要怎麼裝啊 這個是要按下去嗎 按下去啦 然後這個裝的話 你也是要往下 往下按住 然後推進去 哇所以是非常的好拆裝耶 然後我們先稍微看一下我們的手圍 先量一下 看一下 我的手圍 這樣應該是太大 我等一下再慢慢去跟他 跟原廠的去比 還有為什麼說 你這一條一定要買喔 然後我們先把它這樣拆起來 先裝上去 然後他的這個我覺得裝起來是比較緊一點 你這個記得要彎彎的這樣裝進來 他這個卡榫比較緊 等我一下 是不是沒裝好看一下 他的這個卡的這個頭是比較緊喔 所以你要稍微用一點力去推 然後卡上去的話就是 我是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那廠商是說他這邊可能 因為他這個做通用型的 所以這邊可能會稍微有一點點的落差 可是這個落差我覺得是非常小 這個不影響 這邊有稍微一點點的落差 但是都還是很 哇 他這個錶帶完全是跟他的這個 我現在看的話他的色差 色差很低喔 基本上是很一致性的 我們先把它帶上去好了 先看一下 哇那這樣太大的話 我可能要弄掉兩個 我就現在先來做一個調整 看一下 哇這樣好像又太小了 看看 欸不會 差不多 那這樣應該還可以 應該還可以再用一個 再用一個下來 二四五 二四六 這邊多一個 用這樣好了 這個你你裝久了就會了 就會習慣了 就知道怎麼拆裝了 非常方便 不過我現在在鏡頭後面 所以我在做是比較有一點難度 你們如果 補通再用的話就不會 就非常簡單 所以他就是這樣 很漂亮 他這完全就符合他的顏色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現在市售 應該是最接近的 最接近 這個Ultra的這個顏色 你看這個完全一模一樣 那他這個廠商有用心 他帶上去很好 我的首位大概是16.5 我帶這個一體式的錶帶大概是帶7號 那帶7號的話 我大概是弄掉4個 你把4個拿掉就可以 16點 而且帶起來非常的舒適 我先把這些把它裝在一起 他這個拆裝就是我把這個扣子 你把這個扣子就是他這邊有一個卡榫 你把它往後面拉 那往後面拉 他旁邊兩個塗起來的就會縮進去 然後你就把它這樣子 往這個扣子裡面放 放了以後你拿開他就卡進去了 所以是非常的好去拆裝 那現在帶起來就是這樣 他非常的漂亮 然後他在拆的話 我看一下 他這個就是 他扣上了以後 他按下去 你就可以把它拆拔 那他拆拔是整個都這樣拔起來 那所以他是整體式的 整體這樣拔起來的 然後如果你要穿戴的話 我用這樣給你們看好了 穿戴你放上去的時候 你靠近他的時候 你只要靠近他就會自動磁鐵把它吸住 那吸住了以後他就卡住了 他就不會動 所以就是這樣 那因為我現在在這個螢幕後面去拍 所以我比較不方便操作 你們事實上在用的話就會很輕鬆 所以這一個錶帶我覺得真的是 設計啦質感 這個色差幾乎是零啦 這沒有色差啊 這個才是你帶出去會是最好看的 我再帶給你們看 我等一下會出去外面的時候 我會帶給你們看 他整個就是非常的一體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非常好 好那我現在來跟你講說 這一個為什麼我要非常的去推薦他 就是第一個就是 我現在拿這個原廠的 原廠不鏽鋼的這一條 這一條要一萬塊 這一條是 原廠金屬 算很好的錶帶 Apple的 然後呢 他還有一條是 有霧面的 黑色的 可是那條黑色的不搭啊 金屬這個會比較搭 可是這個現在我先跟你講說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色差 你如果用原廠的去裝 會有色差 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快速做一個比較 好我現在裝原廠的給你們看 第一個原廠 你知道他為什麼要設計這樣解開嗎 第一個你原廠在裝的話 你不能直接這樣裝 你這樣裝 他裝不下去會壞掉 所以你一定要打開 打開以後呢 你也不能裝一邊 你要兩邊同時裝才裝的進去 所以他分開就解決了 這個卡扣的問題 你看我這個原廠要裝 我必須要 我這邊要先裝這樣 然後這一邊 也要裝進去 所以我原廠在裝的話 就是我要兩邊 要一起裝才裝的進去 所以他分開的話 比較好裝 第二個就是原廠的 你看他的這個 他是屬於亮面的 所以你其實跟他這個 Ultra在看的話 他有色差 可是你看喔 他這個沒有色差 所以這個的質感會比他更好 而且一樣都是不鏽鋼的這種鈦 他是有鈦的這種 鈦的這個顏色 當然鈦的這個會比較好 那你看他如果 當然原廠這個也很不錯 可是就是 你戴上去就是 有色差 你遠遠看似很不錯 可是會有色差 那我們會比較希望說 你戴起來的是要這種 這個比較好 我看能不能 再拆一下給你們看 然後你看原廠的問題 就是我每次拆啊 我每次拆就是要 同時 兩邊要同時去拆 才會比較好拆 不過原廠的我覺得 他的這個 比較好耶 比較好拆出來 也有可能是Ultra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他這個卡槽比較緊 我裝一邊給你們看 你看 你看原廠的跟他這個 Unew的這個 當然是這個比較好 他這個沒有色差 你這個的色差就是很明顯 所以就是插在這裡 然後再來我來講這個 我拆起來好了 我來講這個卡扣 這集可能我講久一點了 卡扣 這個你們在拆裝的時候啊 這個記得這邊要彎曲 這樣子比較好拆 不然你直直的拆 他有一個弧度會卡住 所以比較難拆 好來 我來講這個卡扣的部分 你看這個原廠的這種卡扣 當然原廠這個卡扣也是非常方便 原廠的卡扣是你按下去 你按下去就這樣拔起來 然後他是不需要再按 就可以這樣子再接上去 所以這是原廠的好處 可是原廠的他這個問題就是說 有時候你在按這個卡扣的地方 就是 像我們手指比較 手比較肥或什麼 你在按這個卡扣 有時候不好按 那他現在解決了 他設計成這樣子 用這種好像類似 好像卡榫的 可以前後推的話 我如果今天肉不好按的話 我可以用指甲 你看我用手指的指甲去把它往後 往後去扣 把它拉開 那我要裝進去的時候 我也是用指甲扣住 然後把它這樣子推進去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按的話 他多一個施力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是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就是 其實這兩個都非常好 可是他多了一個 我有辦法去施力的 多一點方法去拆裝他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也非常好 那我們現在最大問題是 你現在一般的這種不鏽鋼錶帶 有的賣一兩千兩三千的 他沒有做到這個 可以這種拆把的這種扣子 他要用一種 他附一個小機器 就是一根小鐵 從旁邊這樣子去穿 那不方便 你一定要這種 所以 你真的要有這種鈦的 鈦的這種顏色的 然後不鏽鋼的這種材質 又要有這種拆把的卡扣 然後又設計 他中間這一個設計 我覺得很好 他不需要說 兩個同時去裝 我今天我只需要 我只要找一邊 我找一邊 我就可以去裝了 我們再裝一下 我找一邊 我就可以去 我只要隨便拿一邊 我就去裝 不然我原廠 我老是要兩邊同時裝 那你現在就可以有一個 更方便說 我這樣子去裝這個 手錶 就不需要兩邊同時 所以 我來講說 這一個錶帶 為什麼我建議你們 趕快去搶 他瘋了 這個錶帶 你現在外面市售的 我再重申一遍 你們買到的不鏽鋼 有可能是 像原廠這種的顏色 第一個 這種顏色 跟他有色差 就沒有像這樣子 這麼美觀 然後他可能有色差的錶帶 他又有分成那種便宜貨的 便宜貨的 一定是不可能有這種拆靶的 快拆的 那他沒有快拆的話 他有的還賣一兩千塊 現在市售的一些 副廠的 或者一些大廠牌的 他們可能做出來的不鏽鋼 都是會有色差以外 他沒有這種拆扣 另外就是他附那個機器也很不方便 還有可能就賣兩三千了 如果你市售 我發現 如果你要跟他做一樣的 這種泰的顏色的 可能一條要六七千塊 而且六七千塊 他是沒有做這種設計的 他一樣是要用機器的 去拆這個扣子 所以我覺得 Unew這一條賣兩千五 我是覺得他公司有點瘋掉了 所以我會建議說 頻道小小弟妹你們今天看到這一集 這個我認為現在是 最接近這個 跟這個Ultra最接近的 不鏽鋼錶帶 泰的 而且是我覺得是最漂亮最合的 而且價格最便宜的 另外有快拆扣的 我光看 我不要去看他的這個太多的設計 或一些什麼 我就可以跟你講 這種價錢你一定要去搶 我覺得真的是很佛心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 把這個 Unew最新的這個 Apple Watch的這個 產品 來推薦給各位 那也感謝這個 Unew的贊助 我也希望頻道的小老弟妹就是 也支持我 因為你們支持我 你們也去買他的產品 真的是做得很好 那這個我在講說 他將是現在最便宜 又最接近Apple Watch Ultra 這個顏色的 幾乎沒有色差的這個表帶 而且他是有 扣子 而且他解決了 蘋果每次要裝 這個要打開 同時 要同時裝進去的煩惱 他是可以獨立的拆掉 獨立拆掉的這種不鏽鋼錶帶 所以今天這一集就是 在拍給你們看說 我推薦的這個 最好的這個錶帶 好那今天這一集就到這了喔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在拍給你 請給你 我來別人 好 OK 我來自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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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